今天是母亲节 不少市民买花给妈妈 有儿子一起到酒楼饮茶 向妈妈表达爱怡 在旺角花去 各式各样的花束迎接各个24校子女和丈夫 大部分都是经典迎接的康乃馨和玫瑰 母亲节快乐 这班小朋友就一起买花 这位男士就买散装鲜花 为太太自己花心思 制作独一无二的花束 太太喜欢花 所以花就比较特别 老婆喜欢太阳花 有没有选择 有 买了 待会回去装饰买就可以送了 收到花又收到卡 当然要记录这一个时刻 有花电话 今年生意额教去年多三至四成 不少的顾客更加愿意花钱 很热烈的 入到来其实他们都很热冲 我一买就要买几速 因为很多男士除了送给太太 又会送给自己妈妈 又会送给岳母 所以男士一入到来 就是一开心的了 除了送花 当然不少得和妈妈撑桌去庆祝 保坚健大陆 收到很多东西 晨安包 花 喝茶 吃晚饭 很开心 很多个孙子 看到孙子就很开心了 不用吃东西都很开心了 现在结果是三分一 是比预期低的 北上或者刚刚在复活节后 去旅游的消费了 而经济又未复活得那么快 达到四成半 我已经是满足的了 行政长官李家超 也都在社交平台发问 感谢她的妈妈和太太李林丽善 多年来不辞劳苦为家庭奉献 并且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无线电视记者 吴家圈不道